粉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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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大家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烘焙入門必做的曲奇 椰蓉小奶酥 左上角材料全部準備好 先把室溫軟化的黃油和糖粉一起打發 接著篩入除椰蓉外所有粉類 接著加入椰蓉 用刮刀攪拌均勻 或者戴上手套用手絨 但是不要过分揉捏哦 以免面团揉出筋性 这样烤出来的奶酥就不松软了 接着把面团等分成个头相同的小奶酥 放在烤盘上 放入预热到120度的烤箱 烤50分钟即可 这样做出来的奶酥椰香超浓 口感是入口即化的那种 我另外还准备了黑巧克力和筋果碎来做装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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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巧克力凝固之后稍稍有点裂开了 不过完全不影响口感 真的好爱巧克力和椰蓉奶酥的搭配啊 这个奶酥放凉之后会更好吃 喜欢就去试试看哟 下次见了 大家拜拜